其实大家都特别喜欢 抒情和这个念语声 在一起时候的这种氛围感 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友情特别美好 那抒情眼中的念语声 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其实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受伤的 受伤的小孩 受伤的小孩 对他自己一直其实 包裹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他一直走不出来 所以你作为好朋友 其实你是心疼他的 我觉得书记是心疼他的 然后大家又遵循着成年人的那种 互相尊重 又不会抛根问底 你跟我说我就细细的聆听 你所有的东西 我都能站在你朋友的角度去 理解知识 就是我觉得友情之间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 我可以不问这么多原因和为什么 但是你需要的时候我在 是的 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 站在你的角度来说的话 你怎么去看待抒情 和这个念语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你刚才也说了 你相信男女之间有 有纯洁的友谊吗 就好多人不相信 我相信 对啊对啊 那我们都相信的就能明白这个点 其实很多东西 它是超越性别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 这种异性之间的 很好的友谊 其实是有 欣赏 理解 信任 都揉捏在里面的一种情感 其实特别美好 是的 我能理解 有生活 其实有观众说就是 念语声给抒情分析情感问题的时候 特别像那个倒数第一 然后给倒数第二讲题 一个敢说 然后一个敢信 然后对此有什么想给大家回复的 这个 它不是一个很美好的状态吗 当中任何人都无法走近你的时候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 甚至说我不愿意去谈怒心声的时候 就是有这么一个 你唯一信任的人 两个人可以站在彼此的角度 去给对方解决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那种依赖感跟信任感多好呀 其实念语声不是有一场戏 就是书群在问他说 我把钥匙给Mark的时候 他居然完全没有提过他家钥匙的事情 然后就念语声这种闷离 还跟他说你就直接问呀 我也这么直接问谈静的 这种就是互相的呀 互相的那种 对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又怎样 我们组那个道具特别好 就是大家真的是 每次在餐厅都是当时真实点的菜 所以就伙食特别好 那除了这个有趣的事 还有其他的有趣的事 包括跟剧组的这个演员拍戏 对手戏呀 包括一些拍戏的现场 有没有哪些有趣的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拍戏的现场 有一场戏跟小娃哥 不是说尝试谈恋爱 然后第一次约会要go back kiss 然后那个没有吻到 然后我说了一句 下次吧下次吧尽力了 那个其实是当时走戏的时候 大家随便聊出来的 本能的不是在剧本上的东西 对还觉得挺好玩的 后来一看就下次吧 我还觉得挺逗的 这个是不是也是你 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对对对 挺尴尬的 下次吧